他把暴亂跟暴動解釋為戰爭 把暴亂跟暴動解釋為 對這個共產政權的戰爭 他怎麼看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 戰爭 就是戰爭 就是對中央政府的戰爭 香港是一個曾經爆發過 反革命暴亂的地方 對 所以我必須新疆化 那麼也就是說 中共對香港的管制呢 我們當年就講過 會比他對一般省份的管制 還要再來的嚴厲 我們要提醒的就是 台灣旅客也好 國際旅客也好 避免去香港 不但就是避免去香港 甚至就是不要在香港轉機跟過境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國城 在國際社會一片聲討當中 香港立法會在2024年的3月下旬 通過了香港基本法第23條 並且迅速的就生效了 這個條文的問世 其實讓香港的司法體系 再次受到了重大的打擊 也是中共治港 也是中共治港以來 這個新一波對香港民主跟法治的具體打擊 我想對於香港本身 對於港台的關係 對香港對外的關係呢 應該都會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今天我們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因此呢特別請到了國際關係權威 兩岸關係專家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民運教授 明居正 明老師來到我們節目 來跟我們深度的解析這個問題 明老師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的 我想呢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香港基本法23條的通過 以前好像就要通過一次嘛 對 那時候沒成功 那個時候沒有成功 但這次啊很快的就通過了 這也沒有經過太多的討論 這讓國際社會非常的憤怒 同時呢也很疑惑 以前就不通過 那這次呢在這麼快的時間內 就通過了這個立法 這背後呢 中共當局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考量 是不是請這個明老師 跟我們先解析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大概最困惑的一個問題吧 就是通過這東西 大家都不會覺得太詫異 因為以我們對中共了解來說 他當然希望說抓得越緊越好 管得越嚴越好 這是他一般的這個處理的手法 但這次我們注意到就是說 去灑網下去就唯恐有遺漏等等 所以他有種病態式執著 而這種病態式執著來自什麼地方呢 來自他一種恐懼跟不安的心理 從這個共產黨出現第一天開始 他就講啊我們就面臨了 這外面的包圍什麼等等 而這種包圍跟圍成心態呢 在列寧的書裡面表現得最清楚 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的 一個汪洋大海當中 然後這個資本主義呢 就是每年的每月的 然後每天的 然後每時每分的 那不斷地在生產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把我們包圍起來 所以這種圍成心態共同 恐懼失去權力心態 這兩者是一體的兩面 那看得非常清楚 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共看香港呢就比較清楚 到現在為止大部分人在談 香港23條呢比較著重在 這個條文出來之後呢 對於各方面的影響 這當然重要 但我覺得 可能就他背後的那個心理啊 就你剛剛問說 為什麼這麼急的推出來 跟他背後的心理 我覺得可能更有關係 更密切 可能更值得探討一點 我覺得從中共角度 看香港像什麼呢 我們先看就是他給了一國兩制 那為什麼給一國兩制呢 因為他曉得一國一制不行 他曉得那時候如果搞共產主義 在香港搞共產主義 搞社會主義一定不行 所以給一國兩制 給一國兩制對他來說 是一個不得已的做法 我們說如果對權力 有那種兵態實質做 他是不會放鬆的嘛 他唯一放鬆的可能性就是 我還是抓不牢 我抓不牢 抓不緊 甚至抓不住 然後我才用甜言蜜語去哄他 所以這是他這個基本心態 所以中共看香港就是一個 外國殖民了將近一百年的地方 如果說你要亂久一點的話 那香港可能更久一點點 而外國勢力在這邊搞了一百年 說外國勢力非常雄厚 經濟的勢力也好 政治勢也好 甚至情報什麼疊報勢也好 他認為都是非常雄厚的 所以對他說他給一國兩制 是不得已的事情 那你仔細想想看 別的國家要收回什麼地方 需要搞一國兩制嗎 一般來說不需要 不需要 那為什麼要搞一國兩制呢 因為我的制度不夠好 沒有吸引力 沒有吸引力 所以我才給你兩制 給你一點吸引力 那等到哪一天 我這個覺得我發達了 覺得我行了 我管你有沒有吸引力 你就一把就拉過來 這就是我們過去講的 中共沒有能力的時候 就對你甜言蜜語 一旦他有能力的時候 一口把你吃掉就毫不猶豫 所以一國兩制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反過來說 你從中共角度看一國兩制呢 是恥辱 是對不對 是恥辱 是必須洗刷掉的東西 才能證明我的一國一致是對的 才能證明我社會主義啊 一黨專政啊 共產主義專政啊 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 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現在不斷地吹噓自己政界之後 必須拿出點這種東西來之後呢 最後把香港吃回來了 所以那時候大概在 差不多2012年 差不多2014 15年了 已經有陸續風箏出來 當時我們還覺得說 他不會這麼瘋狂吧 那後來一步步走下去 我們說恐怕很危險 然後就走到這一步了 所以這個你剛才提到說 他們原來曾經想推23條 在03年的時候推沒有成功 失敗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說 他一定會重來 問題是什麼時候 然後怎麼推 我們不曉得 好 那我們再退一步 從中共角度來看 理論上他收回來的香港 他認為是什麼樣子 可能是不安定的 不安定的 97年我固然收回來了 然後我任命了董建華 曾毅權一路這樣下來 到底不是自己人 這第一個 第二呢到底我沒有抓在手上 什麼叫我抓在手上 我必須把每個地方 每個角落都抓得死死的 然後我怎麼抓呢 除了真的身手抓之後 我還是立法嘛 就是保證說 你們絕對不能亂說亂動 這樣才叫抓在手上 所以97年收回來之後 他迫不及待的 在2003年呢就要推23條 香港人當時大驚失色 上街遊行之後反抗 最後呢 23條暫時割下來了 好 不弄了 中間鬧過幾次比較大的事情 一次是反國教運動 另外一次就是那個 鼎鼎大名的雨傘運動 當然還有幾次相對比較小的 什麼雙普選這些事情 那麼也就是說 從中共角度看起來 香港是一個氣貸收回 然後需要緊緊抓住的地方 還不說別的別的東西 就光說一國兩制是恥弱等等 他就必須要洗他的東西 好 就在這情況下 好 幾年前爆發反送中運動 那你對中共來說 你說這事情是適可忍 孰不可忍 所以爆發了這個反送中運動之後 當時我看了這個 大概一兩個禮拜我就糟糕了 我說從中共角度來看 香港現在變成一個 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顛覆中國政權的基地 對不對 這就是他的幹法 所以大家說 他要做什麼事情 我說不是那樣想的 你得曉得中共怎麼看這個問題 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你才能準確判斷說 他下一步要幹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2019年 我們對於香港的走向 我們的判斷相對比較準確 因為我們知道中共怎麼想這件事情 好 那現在回到剛剛的問題了 如果從中共看起來 香港是個反革命的顛覆中央政權基地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就是來硬的 對 所以第一 痛恰殺手嘛 第二就是我 所以那時候19年我才 歷聲警告香港的朋友說 中共一定會殺人 你們一定要小心 因為中共習慣就是殺人 見決立威 是 他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殺完人之後 不是殺完就算了 他一定要說 各個地方保證你下次不再犯 所以一定要把法網訂得非常密 所以必須強力統治 這就是我們在19年呢 看到那個反送中運動之後呢 我們對香港前途呢 為什麼感到這麼悲觀呢 基本原因所在 好的 我想這個明老師呢 解析得非常詳細了 老實說 香港人的這些遊行也好 抗議也好 雨傘運動也好 其實在正常民主國家 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也非常和平 但是呢 就是共產黨 就是看不順眼 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共產黨 所以呢 在這個 明老師剛才解析裡面 我覺得 您是覺得呢 香港呢 好像在中共眼中 就是一個反革命的基地 那反送中運動運動呢 就是這個反革命基地的 顛覆國家的反革命運動 所以呢 必須要從中從快的鎮壓 所以就23條再度出台 而且要趕快通過 但是呢 除了這個以外 對付香港以外 有沒有中國自己內部考慮 這點是我們想要請教明老師的 我覺得有 我先回到補充一下 剛才講香港那部分 香港事情鬧得後來越來越大 跟中共自己食言有關 你回頭想想看 中共當時是不是答應過 香港雙普選 是 這個話裡有寫嘛 對 講得很清楚啊 這個 最終讓這個特首 然後怎麼普選 然後讓立法會議員怎麼普選 那如果做得好的話呢 香港就從一個中國的經濟特區 變成中國的經濟即政治特區嘛 對不對 那樣的話 中國的整個走向可能會完全不一樣 但是如果說今天香港反過來走的話 那就告訴大家說 那中國前途呢 大概是越來越黑暗了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台灣很多人還在批評香港 哎呀你們就是搞港獨什麼的 我都亂講 香港人贊成獨立的沒有多少人啦 其實原來多少人 我們都認得就那幾個人 真的有頭有臉就那幾個 其他可能是不成氣候的事情 然後在反送中運動當中呢 說什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那是一種口號 他不是真正去革命 也不是幹什麼 他只是希望說 能夠恢復香港原來的自由而已 而且這自由是原來你曾經答應過的 是 就你把它拿掉了 所以大家心生不滿 那連這樣的話都被鎮壓 那然後那從我們角度看 就是官兵民反 所以這是從這個 中共角度來看香港 我們看了這個 你剛剛問的問題是說 中共對香港這麼著急的 下重手打烊 跟它自己內部有沒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因為你仔細看一下 中共這幾年呢 通過了多部法律 是 對不對 多部法律呢 對於維穩呢 對於這些 非常在意 譬如說最新的是反間諜法 是 之前有什麼國家情報法 什麼防疫條例 最近有一個保守國家秘密法 對 然後再來前面 什麼數據安全法 對 然後這個保守國家秘密法 所有的東西加產 你覺得中共在幹什麼 他為什麼這麼緊張 他們訂了這麼多這些保密的條款 或者維穩的條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做這件事情 它反映一點就是 反映中共怎麼看 中國大陸的事情內部 因為中國大陸內部會有很多問題 他很擔心的問題 所以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做了這麼多法律的準備 然後擔心說香港跟大陸可能會串起來 所以我把這邊也準備好了 所以他們不是講說 這個香港的這種保安跟安保工作 要跟大陸接軌嗎 這就是接軌嘛 接軌就是說我的各方面 就嚴厲的程度要跟大陸一樣 甚至要超過大陸 為什麼要超過大陸呢 因為大陸有些省份 並沒有爆發中共心目中的 反革命暴亂事件 而香港發生過 是 對不對 是一個曾經發生過 反革命暴亂事件的地方 所以我必須要更加強力鎮壓 好 那這樣就各位就比較能理解了 所以反映了中共怎麼看到了自己 經濟很糟糕 財政很糟糕 失業非常嚴重 社會開始動盪 然後外面有貿易戰 有戰狼外交 國際開始孤立 那所有這些東西呢 除了說經濟社會的不穩之外呢 最後通常變成黨內政治鬥爭 對 是不是 這我們都知道 通常變成黨內政治鬥爭 這在任何共產國家都是如此 所以呢 剛剛看到什麼反監力法等等呢 所有東西要支持 只是配合一個維穩而已 是 就是我未雨綢繆的維穩 好 除了這些法律之外 大家注意啊 去年早些時候成立一個 這個黨內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叫社會工作部 是 這好像以前有過 很早以前有過 後來就消失了 然後現在又拿回來了 是 社會工作部呢 它很核心那一塊呢 它什麼 什麼指導社會工作 協調什麼的 那都不是重點的 重點在於說 在各級企業裡面 建立黨組織 是 這個才叫做 我們剛剛講說 掌控社會嘛 它就藉著這種 黨組織像細胞一樣 一層層層的滲透進去 然後抓住每一個角落 那之所以要抓到這麼幾 簡單說就是 因為擔心剛才講的 內外的各種問題 會爆發出來 然後引發動盪不安 甚至變成政治鬥爭 所以我要預先維穩 而預先維穩就是 我把新受害的香港呢 也必須做這個準備 它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剛才明老師 跟我們解析的非常詳盡 就是其實中共自己內部 他感受到不穩 因此立了這個法那個法 重點其實是內部維穩 也不能讓香港呢 成了它內部這個穩定的這個一個 這個破口或漏洞 但是就我看這個中共到處覺得都是敵人 這些不穩定的因素 老實說我認為它自己造成的 當然是 這個有機會等我們再跟大家報告 那好現在想再請教明老師 就是說呢 這個既然要推了這個基本法二三條 是為了要維穩 是為了要鎮壓 那麼哪些條文 您覺得是最有這個維穩的色彩 最具有這個又名入罪的可能 說起來每一條都是 是 真的是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挑幾個 我們覺得特別重要的地方 出來跟大家談 將來反正有機會呢 我們再細談一些這個相關條文 但你剛問到說哪些最重要 我挑幾點談一下 第一呢 這是從原來的兩個罪名 增加到七個罪名 什麼叛國罪 分裂國家罪 煽動叛亂罪 顛覆中央政府罪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吧 實際上都叛國 都是一個 是 竊取國家機密了 禁止外國政治組織 什麼到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進行禁止香港的政治團體 跟外國團體聯繫等等 是 所以說了半天 大概就兩個罪名 三個罪名 但他把它分得非常非常細 也就我們前面講的 這網眼非常非常密 是 密到就是 原來該放掉的小魚 他都給他撈起來 是 就這個意思 中共我們為什麼說 他對權力這種病態式 執著就這樣 因為他當年就這樣搞國民黨了 就這樣搞國民政府的 所以回頭看看自己的經驗教訓之後 覺得說 我必須要這樣做 這樣免得人家像 以前我顛覆國民黨一樣 這樣來顛覆共產黨 他邏輯就是這樣的 好那現在回到剛才講說哪些條文 第一是叛國 叛國裡面加了一個對戰爭的定義 好 那麼我們國際關係都曉得什麼叫戰爭 但是這個法律裡面他怎麼說的呢 這個是不限於真正意義的戰爭啊 這個法律裡面定的戰爭包括什麼呢 相當數目的人為了某一個公共目的的暴亂或是暴動 都叫戰爭 這個非常廣啊 非常廣 那什麼叫做相當數目 沒有沒有 什麼叫做公共目的 這個都他定的 對什麼叫暴亂或暴動 這個都是愈加之罪 對愈加之罪 那換句話說 這些呢叫做無定義名詞 那麼也就是說用無定義名詞擺在一個法律條文裡面 他這個犯罪的構成要作構成的原件是不明確的 就你剛剛講的隨他解釋 這就是我們講的任意性嘛 用英文來說叫arbitrarianess 那重點還不是在這裡 重點在哪裡呢 他把暴亂跟暴動解釋為戰爭 把暴亂跟暴動解釋為對這個共產政權的戰爭 對不對 這就說明出他怎麼看這件事情了 好 那會不會溯及既往我不知道 是 但是呢 如果這個定義件成立的話 那請各位想想看 以中共角度來看 以剛剛這個法條來看 他怎麼看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 看來就是戰爭嘛 戰爭 就是戰爭 就對中央政府的戰爭 他就是要理解的 那所以什麼叛國罪了 分裂國家罪 煽動叛亂罪 顛覆中央政府罪 那都在裡頭了 所以剛剛講的七宗罪 這一條就包含四條罪 是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呢 是知情不報 知情不報就隱匿叛國 這當然 知情不報在很多國家都有 那問題是 你怎麼去定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你怎麼去懲罰 是 是啦 知情不報當然滿嚴重的 但是如果說把戰爭跟把叛國定到這麼寬廣 然後這麼任意的話 隨隨便便就是叛國 隨隨便便就對中央政府進行戰爭 然後隨隨便便呢 你就知情不報 譬如說什麼呢 你到這個茶樓去飲茶 你叫了一中兩件在那邊探世界 叫了一杯茶 然後叫了什麼蛋塔 叫了什麼叉叉包 你吃了這個高雄 旁邊兩個人嘀哩咕咕咕的講了幾句 講了幾句 你心想哎呀 茶欲犯後講了兩句 有什麼事情有什麼了不起呢 過兩天兩個家伙被抓了 然後找到你了 早上顯然那天你們不是坐旁邊嗎 是啊 對啊 你們坐得很近啊 那你有聽到沒有 你說我不記得他們有講到 對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茶樓的那個錄影了 你在旁邊 而且你能從頭轉過去聽了一下 顯然知情不報 顯然你知道了 那你為什麼不報 你為什麼不報 所以知情不報這東西呢 非常可怕 這一方面什麼呢 你說到嚴厲一點 第一他鼓勵告密 第二就是他懲罰不去報告的人 這兩者都非常厲害 好這第二點 第三者煽動叛亂 剛剛前面講說 那叛亂已經很麻煩了 他增加什麼呢 煽動的意圖 在很多國家呢 罪行法定主義是 有意圖我不罰 有行為我才罰 我們修改 刑法一百條也是這樣嘛 意圖基本上不罰 那罰了就是行為 那你說我想叛亂 我想幹什麼 那大家覺得你胡言亂語 但你在臉書上說呢 你已經有一種公告的味道了 那可能大家有去調查你了 那就要看你有沒有動作了 但是這個大陸 對不起 現在香港這個基本法是很嚴重的 包括什麼呢 煽動意圖什麼 意圖引起對中國憲法的不滿 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對什麼中國政府 以及特區之間關係的不滿 對香港的不滿 對公務員不滿等等 都叫意圖引起 所以你有煽動意圖 那麼也就是我們兩個在那邊 又在潮樓裡面喝酒 然後叫了兩瓶啤酒 最後黃湯下肚多多講了兩句 哎呀上次我碰到那個警察 那實在是太多惡劣什麼等等 講得清沒有什麼 講得重視就是意圖三起 一般人對於香港警察的不滿 是不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有煽動意圖呢 好那這第三個 第四呢 竊取國家機密 中共對國家機密已經定得很嚴 前面不是講的數據安全法嗎 什麼等等 現在把什麼經濟數據 對不起啊 香港的經濟數據 社會數據 科技數據等等 全部列為國家機密 那你覺得人還能做生意嗎 是啊 是不是 還能做生意嗎 那我要打聽一下 那香港今年出口多少了 或者鋁的進口多少 或晶片進口多少 那我到底是在做生意 還是在竊取國家機密 是 那這個東西我們怎麼去定它 所以再來就是竊取國家機密 還把這個間諜粹呢 等於是呼應我們剛剛講的 大陸不是說新成立那個反間諜法嗎 是 它等於是呼應的東西 那也就是說剛剛兩邊呢 緊緊的扣起來了 再一個呢我覺得比較可怕 就是境外勢力的問題 哇這個更大了 這更大 因為原來呢 這個 它的法律 原來舊的法律講的是敵人 是 敵人呢一般來說 國家可以有比較明確的界定 是 比如說美國跟這個俄羅斯啦 或者說這個 美國跟什麼北韓等等 這是敵人 這很明確了 什麼叫境外勢力呢 什麼叫境外勢力呢 香港的紅十字會 跟這個美國的紅十字會 你跟非洲紅十字會 可能才不那麼敏感 跟美國紅十字會 去討論說 怎麼樣去把這個香港的什麼東西 拿去救濟什麼人什麼等等 這個第一 是不是盡管勢力 第二 有沒有政治意圖 本來你可能是人道意圖 對不對 你可能人道意圖 但從中共看來就是 香港現在糧食開始有點緊張 你居然把糧食弄出去 你有政治意圖 是 所以隨便他解釋了 那也就是說 境外勢力 他這東西 變成一個就是 叫什麼 我們叫口袋罪 就跟當年叫 李通外國罪一樣 是 你只要收聽敵台啦 甚至不用啦 就是 你家在 你的大陸的人 在台灣或者海外 有親戚朋友 那就可能是李通外國 你只要寫了信了 講說 最近有點吃不飽 那你問題大了 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 你說以僑文來說呢 我覺得這些呢 大概我覺得 是真的比較讓人擔心的地方 好的 我想這個 聽了明老師的解析啊 這個香港的確倒是一個 非常危急的階段 特別是 剛才提到的知情不報 老實說啊 現代這個民主法治 特別是普通法精神呢 甚 就算是被告 尚且沒有自證 己罪的義務 我可以 我犯了罪 但是呢 我可以 否定 我否定 不算欺騙法庭 我算用各種辦法來幫自己辯護清白 我也不必自己承認我有罪 對 是的 就是說 有罪的人都尚且沒有自證己罪的義務 那這些旁人 居然 這個沒有 去證明 沒有去舉發 這個有罪 這個實在是 嚴重嚴重的倒退啊 啊 那從這些變動看起來 這個中共啊 其實對香港跟大陸呢 內部發生變亂 是非常非常的擔心啊 但是呢 原先講敵人 現在強調的是境外勢力 那境外勢力呢 照理說 其實每個在中國跟香港以外的 國家都可以稱為境外勢力啊 難道他們都是敵人嗎 所以這樣子的考量到底是什麼 我記得前程有一段順口六是這樣講的 這個黨中央要我們 早上恨南韓 然後中午恨美國 下午恨日本 晚上要抽時間恨台灣 都是值得恨的人 都是境外勢力 都是敵人 所以我們從法律上的 你要這樣問好 我們就往下看 他增加一個境外干預罪 因為為什麼叫境外干預罪呢 他能夠承認說 在我中共統治了這幾年 然後香港什麼油亂極致 油自極星什麼的 那居然會亂起來 居然會動亂起來 那不是我幹的 一定是境外勢力幹的 境外勢力幹 必須推到外面去 因為如果不推到外面去 那表示說我統治出問題嘛 是 對不對 每一個民主國家 都可以承認統治出問題 然後都可能要道歉 然後再面對選票跟選民的抉擇 共產黨不用面對選民跟選票 但他需要把責任 所以我們全部推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他不能承認說 在我統治下出問題 我必須把我的問題 推到人家身上去 所以所有問題都境外勢力搞的 是 香港從97年回歸以後 之所以會動亂 那不是我統治的不好 而是因為境外勢力搞的 是 好 那現在回到剛才 我們講說敵人跟境外勢力 准確的說呢 敵人的定義一般來說比較窄 是 對不對 比較明確 其實你剛剛話也就這意思了 境外勢力比較寬比較模糊 這同樣就是我們講的 在法律上你用一個 無定義名詞或定義不明確的名詞 或說一個範圍太過寬廣的名詞 最後結果就是 什麼事情都犯罪 民無所措手足 當然就是你把敵人擴大為境外勢力 我覺得從中共角度來看 還有一個考量 把他變成境外勢力的範圍比較寬 我好操控 就像你剛剛說的 境外都是敵對勢力嗎 那不一定看我心情 或看我今天政治需要 我今天政治需要 他是境外勢力 但他不是境外敵對勢力 那沒問題 那沒問題 但今天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就是境外的敵對勢力 那你就是跟境外敵對勢力 就勾結了 那就升格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我覺得 剛剛講說是個大問題 的確是個大問題 那再來跟著配合的就是 禁止香港什麼政治組織跟團體 跟國外政治組織團體建立聯繫 這就很明確了 這就要切斷跟外面聯繫了 那最後就是什麼 增加一個什麼 危害國家安全的 什麼破壞活動罪 這個就是反送中運動當中 不是有什麼電箱被破壞 什麼電車被破壞 捷運被破壞 後來證明很多是香港警察幹的 他栽商 然後阻止人群的進出 所以幹了這個事 那現在又把他賣到 那個什麼勇武派頭上去了 那賣完之後呢 還要訂這個法律 就把人家框住 就表示說 他真的擔心有人會幹這事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幹過 就這麼簡單 我想這個都有很多 都是有扣帽子的味道在 這個跟外國的政治組織有聯繫 這也不行 所以呢將來如果有人呢 接受跟美國外交官喝咖啡 這個境外政治組織 美國領事館當然是境外政治組織 所以什麼事情我覺得 現在都已經進入了一個 這個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的時代了 那既然如此的話呢 那這個條件這麼的不明確 都是一些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那這個又給中共 中共給這個特區政府呢 非常大的權勢空間 那這樣子對於香港以外的地方 譬如說台灣啦 國際社會啦 跟香港打交道的時候 這個未來跟香港的關係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關於這個問題 我覺得第一呢 最直接就是對香港司法的衝擊 你剛剛講的一個就是 不用自證己罪對不對 背後一個就是無罪推定 也就是這個人呢 即便我們抓到了 但我們先假設他沒有犯罪 雖然他拿了刀子 刀子還是滴血 那個人躺在地上 我們先假設他沒有犯罪 然後再來一步步求證 他有沒有犯罪 這無罪推定 但是以上那些條文呢 第一 已經打破這個原則了 第二呢 程序公益 在正常的法治國家裡面呢 你怎麼去判定一個人呢 是否有罪 然後怎麼樣去蒐集證據 怎麼樣一步步證明等等 他要很嚴密的 我們叫Due Process 我們叫做程序正義 或程序公益 它叫Due Process 那現在這樣就是 如果說給國家或給政府 或給司法機關 太大詮釋空間的時候 這程序正義呢就打破了 是 他就沒有這種Due Process保護了 而這個是普通法裡面 最根本的一個原則之一 這第二個 第三呢就是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這個法律 是不是能夠延伸到境外去 用簡單的話來說 就是是不是長壁管轄的問題 現在看起來是會有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看就知道了 再一個就是 現在他雖然沒有明白講 但是他在審那個黎智英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味道了 就是溯及既往 是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呢 就是 你是6月29號犯的罪 6月30號成立的法律呢 對你是無效的 是 不溯及既往 不溯及既往 那就是你犯的罪呢 是6月29號以前的法律呢 才能判你罪 30號的法律後呢 不能判你罪 除非你之後再犯罪 那所以不溯及既往 這是基本的原則 但是現在看這些呢 都被打破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說這個真的執行下去 只要稍微認證執行的話 第一呢 就吻合了我們這5年來的預測 我們從19年6月份開始講 我們說香港會逐步內地化 是 現在我們要看到什麼呢 從內地化走向新疆化 是 也就是我剛剛講 對 也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已經從中共看起來 香港是一個曾經爆發過 反革命暴亂的地方 對 所以我必須新疆化 那麼也就是說 中共對香港的管制呢 我們當年就講過 會比它對一般省份的管制 還要再來的嚴厲 是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從 現在開始呢 外資外商啦 然後台資台商啦 甚至港商港資的人才呢 會開始在大幅外流 然後外流的結果就是 香港的經濟會沉淪 香港的社會會沉淪 當然表面你一下看不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為了掩飾它這種情況呢 它會從內地呢偷偷移民進來 然後把一些資金移進來 同時有些人想賺最後一筆錢呢 刀頭填選呢 他可能會把資金帶進香港來 我撈一筆看一看 是 這年的確是有這機會的 不過整體來說呢 香港向下走呢 那幾乎是個必然的趨勢 我們看到的最新的案例就是 自由亞洲電台吧 是吧 這個他現在宣布說 我要離開香港了 那這個已經經營了幾十年了 這個 自由國台 那現在離開香港 說明就是 他們對於香港的營商環境 跟言論自由環境呢 是徹底悲觀 那才會這樣做 那第三我們要提醒的就是 台灣旅客也好 國際旅客也好呢 避免去香港 不但就是避免去香港 甚至就是不要在香港 轉機跟過境 因為 你覺得你手機乾淨嗎 萬一這個手機裡頭有 查對了這些中共不想看到的 你一定有嘛 一定有嘛 你一定有 你從台灣在這邊看的時候 你看到賴清德的競選宣言 或者這個 這個勝選感言 你覺得說 他是一個務實台獨工作者嘛 是不是這樣 不管他做不做這件事情 他曾經講過這個話 中共扣過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一旦扣上去之後 他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台灣人手機裡面 你覺得你沒有台獨的東西嗎 一定有的 你沒有反共的東西嗎 一定有 然後從台灣的報紙 雜誌這麼自由的地方 你一定要帶進去 在香港茶樓吃飯的時候 突然想起來 從包包拿出來 哎我剛從台灣坐飛機過來 幫我拿一份 拿一份報紙 那看 哎哪怕是什麼 比較親共的報紙 裡面總有幾句什麼話 他們看得不舒服啊 那 你是不是在這邊 最討厭了 在這邊 第一 你有攜帶反動言論 然後你給香港朋友看 有煽動的意圖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說台灣人跟國際旅客 去那邊有沒有危險 我覺得有極大的危險 我再說一次 你去香港危險性 可能當於去大陸其他 什麼危險性都不一定 這第三點 第四句我們剛講的 其實這些條文呢 你仔細讀一下 它都有一定程度的 域外效力 也就是它有長臂管轄的 這個意味在裡頭 管不管它到不管 但是呢 它會追這件事情 也就是它會留下一個記錄 所以這樣做下來 我們看到就是 香港跟國際社會的交流呢 會大幅的切斷 香港呢 會變得比過去更加孤立 然後 很不幸的就是 對大陸來說呢 香港本來是一支 會生金蛋的金額 但是從此以後呢 香港一定變成一個 一個負擔 一個大包袱 因為它各方面 向它成論的時候 中央為了保住這個面子呢 最後要用大量的經費 跟財政金融去支援它 所以它反而變成一個 花錢的地方 而不是一個賺錢的地方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 香港朋友們呢 我再提醒一下 能走呢 趕快走 不要再留在那裡了 好 我想呢 這個 明君老師呢 給這個香港的朋友 做了非常沉痛的 這個呼籲 這是很不幸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 切實破鏡的 一個威脅跟事實 我們看到很明顯的 一國兩制是假的 然後呢 共產黨呢 對這個香港的 一股這個不放心 要鎮壓 這個也是已經是 擺到檯面上來了 掩飾都不想掩飾了 至於說呢 剛才這個明老師說 這個將來香港金額 變成負擔 最後呢 可能是靠這個 這個中共呢 在這注資 這個救市 但是 這種注資救市 老實說 我個人認為效果一定很低 恐怕也只是增加了香港的貧富差距 跟貪腐而已 這本身的這個經濟的活力 自由 失去了 我想再怎麼救 也是救不起來 或者說最多只能產生短期效力 是 所以呢 我想這個 這個香港的未來 如果呢 中共不改變它的政策 這樣子繼續下去 我也 跟明老師的觀點相同 就是 恐怕是相當悲觀的 那 對於香港的未來呢 我們會持續的 保持我們最大的關注 今天呢 非常謝謝 各位 朋友的收看 也非常謝謝 明居正 明老師 好 那這個對今天的節目呢 感謝各位 觀眾朋友的收看 好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呢 持續支持我們節目 按讚 分享 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